大家好,我是张瑶 今天特别的来感谢一下台湾政府和桥界 对加拿大BC省水灾的赈灾捐款 那这个水灾呢,是在11月中下旬 发生在加拿大BC省的南部 这是百年一遇的洪水 那当时水灾发生的时候呢 还有朋友来关心我 问我有没有受到影响 那我是在加拿大的东海岸 BC省是在加拿大的西海岸 所以说我是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 那当时呢,是在11月中下旬的时候呢 连续的多天在这个BC省的南部下了大暴雨 有一些地区甚至是48个小时 下了平时一个月的雨量 那就造成了很多地方有这个土石流 那铁路公路的交通都受到影响 有一些地方甚至一度被完全的阻断 那我看到有些车辆都被困在这个道路上面 那后来都是用直升机把这些人救出来的 那加拿大的军队也有数百名的军人 协助的疏散民众 那最终呢,是有一个人在泥石流种死亡 两个人失踪 那大约有两万人紧急的从家中撤离 那因为这个地区有很多农业 一只羊撤离 那这只羊也不是那种小羊羔 是那种大概能有半人高的那种羊 大羊了,成年羊了 那所以它是抱在胸前 带着它一块撤离 我觉得看起来也非常令人感动 就是大家都希望尽量的能够保住这些牲畜 但是肯定有的时候也确实做不到 那所以还是有数千的牲畜的死于洪水 那当然很多的这个家庭是完全被淹了 那整个它的那个洪水直接淹到这个家里面 那甚至我看到有的地方是 就是整个这一个 就是整个这个房子都被淹了 所以说尤其是现在又是圣诞节 我想很多家庭也确实有很多的困难 因为这个地区呢 很多地方并不是这个洪水的高风险区 大家很多时候也不买保险 那就好像如果是我买这个家里的 这个家庭的这个保险的话 我是不会买洪水保险的 因为我们这个地区 真是就是说没有听说过洪水的事情 但是现在是极端的气候非常严重 就是很多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洪水的地方 突然就有洪水了 就是说这个BC省南部有很多地区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有很多家庭 他根本就没有买洪水的保险 那这个损失当然非常非常大 当然加拿大政府 它是拨出很巨额的款项来帮助 但是肯定也还是需要 就是说其他社会各界的帮助 那台湾政府呢 这个时候他也跟这个加拿大的这个 这个在加拿大的台湾人 就是桥界一块合作 那21日的时候就捐出了 总共捐出了11万加币左右 那大概呢相当于台币240万 那来帮助灾民这个生活的重建 那也帮助 希望能够这个安慰这些遭遇到这个水灾的灾民 那因为这个加拿大的联邦政府和省政府 他们都承诺说 就是捐给这个加拿大红十四会的这个赈灾的这个捐款 他们都会等比例的就是捐出同样的数额 所以说这个来自台湾的这11万的加币的捐款 最终其实灾民能够收到33万加币左右的这个帮助 那在21号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举行了这样的一个线上的一个捐款的仪式 那是由台湾驻温哥华的办事处的处长 他代表加拿大的政府捐赠了3万的美元 那还有这个大温哥华的台湾的桥界联合会 他们募款到2万多加币 也是在这里一块这个线上的捐赠 一事中捐赠 那还有另外的来自这个Viva制药公司的董事长 他个人做出了5万加币的捐款 所以总共是大概有11万加币 台币24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捐款 那这个也有很多加拿大的当地的官员 还有这个国会的众议员 这个卑诗省的省议员 出席这个线上的捐款一事 那你向加拿大的这个卑诗省的矿业厅的厅长 他就代表加拿大的卑诗省的政府 来表达对台湾的还有这个桥界的感谢之情 当然在这个时候就是台湾愿意来帮助 加拿大的BC省的政府 帮助这些受到这个水灾影响的灾民 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当然还有这个加拿大的红十字会的副会长 他们也出席 因为这个款项是捐给这个加拿大的红十字会嘛 他们也是向台湾政府和桥界表达感谢 那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 就说台湾政府来帮助加拿大 度过这种比较艰难的时刻 那像在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当时台湾政府就捐赠给加拿大 很多这个包括这个口罩 包括医疗口罩在内的这个医疗的器械 这些这个防疫的医疗的产品 那当然这一次加拿大BC省南部 遇到百年不遇的洪水 那台湾政府他也来帮助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台湾政府 桥界来在这个圣诞节到来的这个时候 来帮助这些受到这个水灾影响的灾民 那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也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圣诞节 圣诞节快乐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方便的话麻烦你帮我跑一跑广告 也轻易点赞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 拜拜